体育其他之后跟大家聊一下西安走球吧 也就是我的家乡 因为最近西安在遭遇疫情 我们所有的民众都期待春暖化开 西安早日亡者归来 所以西安加油 在这里小七哥跟大家分享 几个西北浪陕西长安竞技的一些最新动态 希望给所有这个冬日里的一些陕西球迷 带来一次温暖 首先第一 之前盛传的李铁签署长安竞技 这个消息99.738%是假消息 长安竞技99.888%是不会跟李铁签署的 原因如下 两个月之前长安竞技已经跟所谓自己喜欢的 或者期待的这些不同主教练 都有过实质性的接触 但是内伙的李铁跟国家队在诗玉赛里面 打的这个热火朝天哪有时间谈 所以这个根本不存在 那么今天长安竞技已经有了自己心仪的主帅 但是还不能官宣 我们也一起来期待 包括大家之前说的那个四川族羞民宿呀 陕西最早的国角呀 包括在国内特别有声望的这些本土主教练呀 长安竞技确实都一一有过实质性的接触 这个可以确定 那么第二 长安竞目前队内有十几个球员已经合同到期了 包括大家熟知的西安娃 王老卓 王老卓从最早的陕西产霸 陕西人和赛 到今天的长安竞技 也算是本土球员的一个象征吧 至于新赛季还踢不踢 王老卓自己现在可能还没有做绝对的决定 那么俱乐部现在也是尊重球员的决定 目前还在谈 同理包括大家期待的之前队内的一些队长 他可能也合同到期了 俱乐部也是抱着跟队长 希望继续能走下去 希望继续创造新的辉煌 正在谈 如有动态 小学会跟大家第一时间汇报 好吧 那么第三 长安竞技新赛季或者未来一两年的目标是什么 不用说了 大家应该心里清楚 不能直接喊出来 但是能这样说 再迈进一步 再向上升一步 原因为什么 9月份的时候 陕西水雾集团控股了长安竞技 目前来说球队的粮仓里面还是比较保的 同时这个赛季长安竞技表现出的状态确实可以 因为赛季早上都完成了绑极任务 然后呢 在最后拿到了第六名 这比希望几个中甲赛季要打得好的态度 而且这个赛季的黑风双杀两个人打进34个球 中国联赛靠什么 靠外援 中甲联赛靠什么 靠外援中的外援 所以俱乐部新赛季的目标是能尽量保留原有的两个外援结构 再加上各大本土位置 选取更精英的这些人 立志两年之内 动动动上去 那么为什么两年之内上去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 成就 很简单 二零二三年西安还要承办亚洲杯 说真的 那个时候西安的走球氛围再能上另外一个层次 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而在今年还举办了这个十字运会 在此期间 职业球队的春天 职业球队的氛围 陕西也真的该有那样一直顶级联赛的职业球队 所以长安经济现在很低调 球队本身是想保有这个赛季的这种低调作然 高调作舍的态度 期待新赛季 长安经济 加油 Go 大家GoGoGo GoGoGo